每日福音 大家好 欢迎收听 每日福音 我是薇薇 今天我们纪念圣曼德 也就是马尔大 7月29日 星期一 福音经文 在《马道福音》第13章第31节 那时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一棵芥子 有人拿了 撒在自己的田里 它是一切种子中最小的 但长大后 却是蔬菜中最大的 成为一棵树 使天空的鸟 也来在它的枝上竹巢 耶稣又对他们讲了另一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酵母 有人拿来揉进45公斤的面粉里 直到整个面团发酵 耶稣用各种比喻 对群众说了这一切 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这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 我要开口讲比喻 把创世以来的隐秘都说出来 提到马尔大 可能许多人的印象 是在路加福音当中 耶稣似乎谴责他过于操心忙碌 并提醒他优先选择末观 就像玛利亚一样 因为那是更好的一份 但比较少人会留意到 在《若望福音》当中 马尔大向对观福音中的伯多禄 明认耶稣是墨西亚和天主子 并且鼓励悲伤中的妹妹 寻求耶稣的灵在 事实上这两幅图像 启示我们 真实的马尔大是个个性直爽 善于照顾 世事操心 热心服务 并信仰坚定的人 而他就像耶稣所说 天国的孝目 他能够使周围的人充满活力 借由今天这个机会 也让我们一起呼求 有着热心肠的圣马尔大 能够为全天下的 妇女朋友们转求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泉源 今天的福音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